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今天呢,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发生在小松鼠身上的故事 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好玩又有趣的故事吧 今天的故事呢,发生在大森林里 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松鼠 小松鼠呢,每天都会去树上摘松果吃 今天下午呀,他遇到了可爱的小猴子 于是,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在晚上该回家的时候呢 小松鼠邀请小猴子明天到他的家里来做客 但是由于小松鼠的疏忽大意 他忘记告诉小猴子自己家的地址了 那第二天,小猴子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小松鼠的家呢? 等到第二天,小松鼠才想起来 自己忘了告诉小猴子自己家的位置了 那小猴子怎么才能来找他玩呢? 于是啊,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好办法 他呢,在门上画了很多很多的小草 希望呢,能把小猴子吸引过来 于是,他画完草就回到家里去等小猴子敲门了 过了一会儿,山羊伯伯路过这里 看到了绿油油的草 小猴子听完这段话以后,静雅的嘴巴都合不上了 咚咚咚咚 哎呀,小松鼠欢天喜地地就过来开门 结果打开门一看,是山羊伯伯 原来呀,小猴子并不喜欢吃草,而山羊伯伯最喜欢吃草了 小松鼠送走了山羊伯伯以后,心里想呀 原来小猴子并不喜欢吃草呀 那我应该画一点什么来吸引它呢? 小松鼠想了又想 于是啊,他决定把整个门呢,换成小花的样子 这回应该可以把小猴子吸引过来了吧 于是,小松鼠又去房间里等待了 过了一会儿 小松鼠看到了这里有好多漂亮的花啊 于是,他就过来敲门了 咚咚咚,咚咚咚 小松鼠听到敲门声,赶紧过来开门了 一看,哇,有好多小蜜蜂呀 为什么还不是小猴子来敲门呀 原来呀,小蜜蜂喜欢采花蜜 看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花 它们就过来采花蜜了 看来,画很多很多的花 也不能吸引小猴子过来 那应该画一些什么好呢? 小松鼠呀,继续地开始想办法了 小松鼠想出来的最终办法 就是呀,把门上的花都擦掉 然后画上了好看又好吃的小桃子 这回肯定能吸引小猴子过来吧 小松鼠呀,心里一边响,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过了一会儿,小猴子呀,又在树上荡秋千呢 它荡着荡着,突然间看到了对面的房门上有好多好多桃子呀 小猴子最爱吃桃子了 于是,它赶紧就过来敲门了 咚咚咚,咚咚咚 小松鼠赶紧过来开门 一看,哇,真的是小猴子 于是呀,它们一起快乐地地在森林王国里玩耍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小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麻烦 千万不要想着放弃 一定要去想办法,去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呀,就讲到这里了 小猴子最终还是找到了小松鼠的家 那么,徐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小朋友们 你们记不记得自己的家庭住址呢?